Hello,大家好,跟着Smart,轻松学投资,投资轻松赚 这一波大盘从15,15,9点,这个低点开始起涨 已经连续10个交易日都在缓步的上涨了 我们想请教一下杨宗憲老师 这10天的反弹,是反弹到一个幅度有可能要回跌了吗? 因为今天的尾盘这样吓杀,大家可能都吓到了 还有还有疫苗要来了 还有我们政府也跟国产的疫苗采购了不少 为什么这些疫苗股今天却是下跌的呢? 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宗憲老师 杨老师好 那今天大盘一样续创新高 但是很令人意外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生技股竟然怎么样? 大跌 那跟大家想的都完全不一样 那很多同学很关心说 到底我们生技还有防疫概念股还会不会有机会? 那我们等一下在大盘解析 还有各股教学中可以为大家说明 那首先我们来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每次都有些新同学加入 那如果说你是第一次看到我们的直播 那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这个免费的社群 那只要扫描这个QR Code 那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群组 里面都是免费的资讯 好那我们先从上个礼拜 想跟大家聊聊两档股票 一档是上个礼拜 一档是今天 很精彩的两档 好那首先上个礼拜我提到说 这个当然那天大家一定说到这个 这个转传这张图了 这张梗图 那说那个要好好待待家 不然这张股票会一直涨停 好那连续涨停了两 那礼拜四礼拜五涨停一天 然后涨了两天 四五都涨停 好但是我在周末的时候 跟大家提到这件事情 说基本上大家这个东西 有点题材过热了 那我想我们现在 当然这个 讲这个疫情有点惨太太太太严肃 但是还是必须讨论股票 好就是说 假设说我们说确诊人数 以目前的死亡人数 好即便通通由龙眼去承拦 恐怕这对他总营收还是有限 而且何况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好那再来就是说 市场上其实当时候 并没有太多的一个官方资讯出来 好但是等到 所以我们提到说 除非有个爆炸性力多 好结果就在周末的时候 就开始有一些新闻出来 一些小道消息新闻出来 说因为龙眼有一些 业外收入的投资 等等的东西 让他加分 好但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就是说他已经连两日涨停了 那他的实质面 其实跟不上他的股价 好那所以我们说 有时候你无法分析说怎么样 你反而回到这个技术面跟筹码面 会更单纯一点 好那我们有个逻辑 我们说真正的强势股 涨停 要记住哦 一定是低量甚至是无量 代表怎么样 代表持有的人信心很足够 而且愿意续保 好但是大家可以观察 把周五的时候龙眼 他已经怎么样 爆出一万五千多张的天亮 对那代表什么 代表在上涨过程中 有人怎么样 趁这些消息面的利多 或者是市场的预期心理怎么样 一直在高档出货 好那而且我们看得到 在上涨过程中怎么样 法人卖出 融资增加 主力指标转落 买卖加速分散 而且筹码就转落了 好重点什么 叫做正乖离过大 而且往上我有标出三段的反压区 好所以短线如果再去涨 其实容易怎么样 容易执涨甚至拉回 不宜追高 好那我们后来看到这张图 给大家标示一下什么地方呢 我们说往上有三段压力区 所以基本上到这边就很大了 到这边更大 到桌子后面是最大 好那重点是什么呢 是这个乖离 乖离 乖离已经到19.1 那如果说 包含今天在涨已经超过20 那已经正乖离超过 连历史的高点都已经过了 好所以这样保证过任 好那就有今天怎么样 表现就如我们规划的一样 到第一个压力区 就已经有压力了 到第二个压力区就顺势 就刚刚好 在这个位置就拉回了 而且怎么样 爆量而且收藏 而且怎么样 今天量更大 三万三千多张 所以说我们只要 我们要回到 你可以用提材面 消息面去选股票 但是你一定要回到技术面 做交易的策略 不然你常常会被人家到货 到那个不知道 到心酸的 这个请大家还是要 学习一下 好那下一个是什么 是这个今天最热门的 昨天已经传到 已经沸沸扬扬 说怎么样 那个这个高端疫苗 怎么样 因为这个利多很大 五百万剂 而且如果有那个什么 使用的OK 后面还有可能再增加 追加五百万剂 好那 结果股价怎么样 今天竟然开跌停 而且一路一路跌 好那是这样 好那 不要说大家很意外 连我都很意外 好但是我的意外 跟大家的意外 不太一样 好怎么说呢 我认为说 我们从疫情发展以来 其实生技股 稍微 其实也没有说涨很多了 但是其实已经涨了不少了 好 而且你可以发现到说 像这个高端疫苗 它本来就是在高维阶 整理的结构 好 那所以说 我心中本来的盘算是 它应该会 趁这个利多怎么样 拉高个一两天 那怎么样 顺势怎么样 有人出货 这个还是正常的 我们讲一般逻辑是这个样子 好 可是为什么今天会 所以说这个才是正常的利多出境 就是因为这个利多很大的 我们来看高端疫苗 六四 六五四七 你看这个位阶高不高 很高啊 所以说这个疫苗这个事情不会是昨天才在谈 这个已经从这个疫情发生来一定一路就在做足备当中了 好 那我们认为说本来预期怎么样 应该会有人顺势拉高 突破 趁利多拉高出货 这样才是合理的 好 那这是正常利多出货 好 可是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 好 我们我们来想个逻辑很简单 我们想说假设你今天你是持有高端疫苗或者是你想要介入这档个股的 好 那因为这个疫苗的问题已经不是整个不是技术问题 也不是股票投资的问题 他已经变政治问题了 好 那变得很敏感 那所以说变成说很多可能你很多钱想要介入的人可能也都会趋于保守 会变成反向的状况 所以这个是个很特殊的一个案例 所以他说他是双重逻辑 第一个他既有利多出尽的味道 第二个怎么样 又有怎么样 筹码面不敢跟进的一个利空 所以说股票就直接怎么样 开跌停 那这个是个非常很值得一个作为记录教学的一个案例 好 那我们回到我们盘式来看 我们看到今天个股怎么样 好 多数股票 都是走弱的 好 那尤其怎么样 尤其像原本走很强的像海运股 生计股走路就很正常 因为全部都走路 好 那当中走路还有包含什么 包含海运股跟一部分的这个纺织走路的 好 所以结构上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今天为什么会走路呢 其实我们之前有提到说 我们股票上涨到这个地方 往上怎么样 会遇到两个大的反压区 因为我们已经走强很多天了 其实这两根已经算是强多涨了两天了 好 所以再往上走怎么样 会遇到这个压力区 好 还有这个压力区 好 正常的人 你一定会这样画 好 那为什么今天会有反压 其实如果你画的更精细一点 你会画这个 好 那为什么 那因为今天我们台币持续升值 那所以说对我们传产股 其实是有加分 所以今天早盘多数在涨了 还是维持在传产类股 好 我们说多数人会画这样子 好 那可是我会画这个样子 好 这个逻辑是什么 基本上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有短压 有转折 转折转折 那你把这边连成一条线 刚好到这边 就出现这个地方的压力区 好 所以今天我有个短压 其实关键点 就是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接着看 所以我们接下来 回到这个逻辑来看 目前台股大概躲到什么位阶 好 实际上是这样子 好 如果我们把这个疫情 当时候起跌的这个点位 我们当成是疫情的干扰 好 所以疫情 因为疫情的关系下跌 对不对 那下跌之后 反弹很大 然后回到什么 回到疫情前的位置 好 所以这个位阶什么 就回到这个高档盘整的位置 好 所以说其实他怎么样 只是把疫情的干扰因素拿掉 所以回到原本应该运行的轨道 好 那只是说运行的轨道 会不会一直强下去呢 那这边的话 其实就要观察几个指标了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OBV指标 还有今天因为我录影的时间还没有到法人收盘 所以还要再观察 所以我们要观察第一个是我们的OBV能不能够后续能不能够增加上 也就是量能能不能跟上 那会关系到我们未来能不能过这两个前高的一个关键 好 但是问题是目前OBV是没有过高的 所以目前还要再续积量能 好 第二个是什么呢 是我们如果明后天如果再续涨的话 还是会遇到一个问题 叫做什么 叫做乖离过大 好 这个东西 好 我们目前乖离到3.6 好 那第三个要观察什么 好 就是这张图 好 我们刚刚说到我们假设我们这段上涨的整个逻辑 它基本上的结构是什么 是因为我们疫情的关系 一个心理氛围的恐慌 所以跌升 然后做了集谈 集谈回到了详情区间 好 有没有发现它跟谁很像 美股啊 有没有发现美股不就高档整理吗 那如果你扣除掉我们台股这段时间的这个盘整 这个这个跌升反弹这一块把它拿掉 蓝色空空拿掉 有没有就跟道琼几乎是一样 是的 好 所以我们未来要 我们台股要能够再往上前进 基本上就要观察我们三个关键的指标 第一个就是我提到的法人动向 好 第二个是什么 我们的OBV指标能不能过这两个高点 好 那第三个是什么 是国际股市能不能再创新高 好 那目前这三个讯号都还不明确 好 所以说我们就要持续最终观察 好 但是至少怎么样 我们多方可以松一口气 至少他已经站 只要能守稳这个地方 基本上这个多方结构是没有问题 就不会再有这个系统性风险 像上次这种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好 不过现在在选股上 难度就会变很高 目前我认为还是会放在传厂上面 好 可是我们要留意 有一天等到台币升值的态势趋环的时候 我们传产的这个多方力道就会稍微转弱 这个部分到大家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好 那整体资金比重的话 我还是建议虽然回到多方轨道了 但是操作难度还是高 所以说保守的人你一样 我觉得三层吃股是OK的 好 那如果说你比较积极的 你可以稍微放大到五层 放大到五层 那再来就是尽量挑股票挑 还是要挑积极比较低的 那刚刚突破的 那几涨涨多的 尤其跳空缺口很多的 长虹K棒很多的背骨 尽量少追 OK 好 以上是我们大盘的部分 好 谢谢杨老师的解盘 就像杨老师说的一样 大盘真的要休息一下 它才会长得比较健康 才有利于后续的上涨 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同学们 最期待的个股解析时间 今天好多同学提问 包括在天上飞的长龙行 最近会不会受到一些 疫苗陆续要来台湾的 商机而受惠呢 还有原物料第一桶的部分 也有同学想问问看 那它技术面的后市看起来怎么样 其他呢 还有包括做电动车的同志 还有被动元件的华星科 老师等等就来为大家解盘咯 谢谢老师 好 紧接的是我们这个个股时间 那我们一样 我们现在在那个订阅的时候 我们在中午12点左右 会开放大家挂号见证 那我们在12点的时候 会贴在我们的脸书 还有各个群组 那但是同学要注意 你们到那个 就是你们要挂号的时候 挂号分享 只有在smart的粉丝专业才算 如果到我个人的群组 或者是粉丝团是不算的 所以尽量大家要到 那个smart的粉丝团 我这边跟大家再宣导一下 好 那我们来从这个巨龙开始看起 好 那巨龙这个是纺织纤维 那今天一样是开高走低 但是没有叠很多 再叠这样子 好那如果以形态来看的话 那这边怎么样 是价涨 两整 价跌 两缩 而且虽然今天 你看看说 老师这个股票今天跌很多 啪啪的 其实你不要太紧张 因为这个股票股性就是这样 你看 他之前这边涨停 对不对 这根又涨停 这根跌两% 这根又涨停 所以这个股票怎么样 他股性是活泼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档股票 你不要每天看到他说 这个股票今天很惨没有 其实不是 那是因为他股票就是几涨几跌的一个格局 好 所以这边连续几涨了好几天 你看他从15块涨到22块 很短的时间 甚至从这边13块算 其实这边都涨了780%了 短短了两个礼拜而已 所以他算是很会标的股票 好 那今天跌怎么样 但是怎么样 跌5% 但是连五日线都没有点到啊 对不对 而且量是缩的 所以其实结构上 仍然是多方 好 那因为我还是要补充一下 因为我现在入伍的时间是 大家可以看到 时间是大概是在下午两点半 那我现在反而筹码也看不到 所以这个地方 没办法跟大家做说明 但是如果就 纯粹现行跟加弹关系 其实是OK的 他基本上只是什么 突破后的回档整理而已 好甚至怎么样 他这个底型结构都还在 那只是这个稍微震荡一下而已 好 这个是而且是纺织纤维 那是传产的这个下游 我觉得上游好像现在会休息一下 反而是怎么样 下游比较会长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好 再来是一拳 好 一拳他一直量都很低 叠的时候没有量 涨的时候怎么样 也没有量 也没有量 好 那这边出现了一个小的弧形底 小的弧形 然后就慢慢往上涨 好 可是上涨的态势怎么样 很温吞 那因为他前面 这里有个反压区 这里又有个反压区 所以说他这边要往上攻 其实坦白讲 短线上没有那么容易 好 那重点是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量能指标 就是看他的OBB 好 OBB量能 现在也属于低的量能 所以说 还看不太到 有一些发动的讯号 好 那KD黄金交叉 现在短线上涨到这边 又有一点要休息的感觉 好 那筹码面的话 外资在卖 那自行商小买 而且整体上法人是在卖的 好 所以这档股票不是法人在做的 是谁在做 是融资 好 所以你要注意到 这档股票 要留意融资的变化 如果融资有大减的情况 就要小心说 可能他做的短多的一个结情况 可能会暂时休息 这个一样 这个 所以今天很多股票怎么样 晚上一定要检查筹码 筹码今天是非常重要 因为今天涨到一个关键压力区了 所以筹码是我们需要观察的一个部分 好 再来是这个茂达 好 茂达 这个 这边有压力区 好 那现在涨到这边 又是低个前高 又这边盘整区 这边量又不够大 所以说他 要上工 其实有一定难度 好 那 唯一的优点是什么 他唯一的优点是他的筹码 还不错哦 好 就是法人是买进的 好 那但是因为为什么量能不足 所以他要工高 其实是有难度的 那我们一样来看 他的OBB有没有过高 好 这个OBB还不错哦 一直有在 垫高的感觉 有在垫高 所以这个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未来他能够稍微补点量 就有机会往上走 这个算是 技术线型算是普通 但是整个筹码面上 倒是可以值得留意一下 好 我们看是什么族群 好 是IC设计 好 那IC设计 我们知道很多平台一直有在留意这个族群 那应该会有一些机会表现 好 美食 好 那这个今天因为是那个什么 我们生技股种宅区嘛 所以说美食今天也受 一样 受害转弱 好 但是他有没有破坏形态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他的底型还在不在 没问题的 还是在 这个底型 我们至少这个小底都还在 好 好 那他回档 只有小跌破五日线 而且测到十日线就收下一线 而且比照今天所有的生技股 他算是相对强势的 好 那晚上只要怎么样 筹码转弱也没关系 但是不要弱的太严重 我觉得 这档算是还好 他算是回档支撑 还有手 而且怎么样 量能是说的 所以价长怎么样 量增 价底量收 也符合多头结构 好 再来是荣邦 好 那荣邦 今天好像还蛮多同学在关注这档个股 那他今天量算是有出来 好 那这个他是属于什么 他是属于饭店 那他有营建有投资很多 这个公司 好 那 你看到 基本上他这边上涨 法人增加 下跌法人卖出 所以这个这档股票 看法人其实准确度是高的 好 那这段时间 因为 但是后来这一半段 是融资介入 好 那你要留意一下 晚上如果融资 这档比较关键 因为他今天突破 可是突破怎么样 很不干脆 又回到这个 支撑区间 所以我们很怕他怎么样 假突破 对 也就是在压力区间做出货现象 好 那所以晚上你一定要看 如果晚上 融资仍然是在高档 甚至法人能够回来买 那我觉得这个股票 今天只是一个突破的回撤 好 但是如果今天 发现融资就大减了 那你要小心一点 这一个地方可能短线上 有一点出货现象 好 那可能要等他整理完之后 才会比较有机会表现 好 所以晚上筹码 又是一档 没有发现 我说今天很多党个股筹码都很重要 好 敦泰他短线翻多 但是中期 这个可能上礼拜有人问过 所以我们图还标着 好 敦泰短线上翻多 可是怎么样 中期还在这个大的箱形整理区间 好 所以高点都没有过 低点也没有破 所以是在一个箱形整理结构 好 那法人筹码还可以 所以中性偏多 只是说到这边能不能过高 我们要来看OBV指标 好 量能还是不足 好所以累积的量能还是不够多 但是如果以大盘的结构来看的话 这档算是相对稳定 但是只是说 目前要过高的讯号还不明确 还不明确 好 那再来看这个联阳 好联阳是什么类鼓 我们来看一下 又是IC设计 所以大家好像对IC设计很有兴趣 好 那我们来看 这是高档压力 这是低档支撑 好 所以现在一样怎么样 在支撑跟压力时间做整理 好 那筹码呢 中性偏多 跟刚刚那一档很像 好 那融资介入不多 我筹码上算是健康 好 那我们看OBT 好 那目前量能 虽然没有过 还没有完全过 可是它离前高很近 这个就比较好一点 就是说 这个只要稍微补点亮 它上攻的机会跟地道 都会比较强一点 好 再来是滑通 好 那我们滑通把它先清控 相信这个应该追踪很久 好 滑通 现在 它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区 从那边划过来 好 所以说它最大的压力区 是在这个什么 季线附近 好 那目前短线站上月线 好 那这边筹码也不错 好 可是你注意到它有个瑕疵是什么 它这边越长怎么样 量越缩 所以这一段 基本上我们还是视为是反弹 好 但是因为这边有个小小的迷迷 迷迷底发出现 所以你看 一二三 四个半 一二三四个半 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是有机会 往上到这个压力区间 可是可能看到一个短多到这边 其实要上去 如果筹码跟量能没有持续改善 到这边可能就会卡住了 滑通 好 一样看一下滑通是什么类 好 手机零组件 好 所以有部分电子好像慢慢有在动 好 对 那我们说这个盘式 其实要往上攻 我觉得纯粹靠 传产还是不太健康 因为传产比重 其实大概只占两成多 一些些而已 好 所以说怎么样 最好后续怎么样 电子股能够成为 重新回到主流 那功高力道会比较够一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讯新 好 一样先看什么类 又是爱西风 大家真的对这个类如群很有兴趣 好 那我们看 一样 这个短线一样反弹到这边 头部 这个压力也很大 好 那 有没有看到 为什么确定是反弹 因为我们把图拉大 上涨量是缩的啊 所以其实没有一个 比较明显 往上发动的一个讯号 但是筹码都不错 好 所以我们发现爱西设计都有共同点 也就是筹码都不错 但是 那个转强发动的讯号还不明确 好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持续观察 那 也许有一天它就会发动 这个可以持续留意一下 好 再来是恒大 好 那恒大它之前曾经 试图怎么样 做一个底型 但是其实这个底型 如果你用这里把它当做 这个是小底 事实上到这里 满足点是到的 事实上到这边满足点是到 好 那到过满足点之后 回来这个盘整的区间 好 所以大概它 短线上就是维持这个结构 我觉得也不至于说 再跌破或再重挫 但是也不会转强 可能就是要持续在这边 这一波很明显 怎么样 就是跟着疫情做一个类似 有一点小短多的现象而已 好 但是整个空方结构怎么样 还是存在 它还是空方 还是打底结构 如果我们把这个地方去掉的话 它还是在打底结构 好 那因为 为什么说它不会跌太久 因为筹码上其实还会很稳定 没有到特别差的状况 好 再来是这个加铃 好 加铃我们看到 它的这个头部在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把它拉过来 好 所以离压力 最大压力区还有一段 好 那目前涨到这边稍微没有力道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遇到这个季线反压 季线反压 所以这个是 那到高档怎么样 这根就已经转入了 好 所以这档短线其实到这边应该会休息一下 它 那也不见得会中错 就是回在 应该在这个压力跟这个支撑下面 怎么样做一个小整理而已 中性 没有特别好 也没有特别不好 光学镜头 好 那再来是第一桶 好 我发现金属 钢铁 铜 这些 现在都走到差不多的结构 什么结构 就是很像之前航运骨的状态 就是前高有压 前低有撑 好 那维持一个大相信 好 那这边就要等到什么 这里有效突破的时候 它才会像航运骨一样 再走一段 好 那能不能再走一段的关键 其实还是看到量 好 那如果从第一桶这个这档 单独就它自己来看的话 它其实是有过的 所以它其实是有机会来往上去做挑战 而且这档筹码怎么样 还不错 这算是比较 它一直都还蛮稳健 强势的 好 可是你要留意一下 它的位阶怎么样 我们说中期的位阶 不低啊 不低 好 那如果长期来看呢 好 我们当时很久以前曾经有画过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假设 如果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弧形底的结构 那后面可能空间还有一些哦 可能不会只有这样 那这个 那也符合它目前的价量跟筹码关系 这边整理完之后 如果再走一波 其实还有一些 还有可为 还有机会 有潜力 好 再来是长龙行 好 长龙行这边高档有个盘整结构 那这边短线 因为这个底很浅 所以短多到这边就结束了 所以 支撑在这边 压力在上面 好 所以到这里其实差不多休息 好 那我觉得这个有点偏题材面 当然市场上说 因为要载什么疫苗什么有的没有 还有他们的那个 一些 客机都改货机 但是这些消息跟题材 那 事实上 我觉得走到这边 大概也会进入一个整理结构 因为 线型没有特别强 然后筹码上也普通 大概修到这边而已 好 精彩 好 看一下是什么族群 好 一样又埃西风 哇 今天同学问到很多埃西风 所以我们这个也算是种抽样 你知道吗 所以代表市场上的 心理氛围 大家 已经默默在注意这些族群 那我们也可以一起注意一下 好 那这个原本是空方结构 已经打出底型了 但是又要怎样 量能不够 但是又筹码很好 所以看 埃西风这全部都长一个样 就是筹码很好 但是发动现象不明确 量能不够 等点火 可以留意一下 好 再往下看 好 齐宏 好 散热模组 好 那齐宏 短线上看 看起来怎么样 看起来很强 对不对 好 可是 其实如果你放大一点格局看 短线很强 没有错 但是 中期 嗯 嗯 还是在 这个 呃 箱形结构 好 所以箱形结构 没有突破之前 它就是一个 盘整结构 好 好 那我们看一下量能 看有没有过高 好 感觉 嗯 有 好 那就看后面会不会往上走 那 必须要有效突破这个地方 它就有机会就往上前进 好 那筹码上也不错 短线上筹码也还算偏多 好 那再来是大雅 好 大雅是这个做电缆 那电缆 你要到这边 也是遇到反压 跟我们刚刚 我说钢铁类的 同类的 大概 大家都长得差不多 多数 都是维持这样的 短多到一个压力区 在整理当中 好 新糖 这个是我们昨天 有聊到的一档各国 好 那 它这一档 它基本上一个箱形结构突破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骑形续涨的一个形态 少数了 现在个股还能长这样的 已经不多了 好 那筹码也很强 整体上大致上没什么瑕疵 那我们看一下它什么 IC设计 IC设计总算找到一档 有没有 突破的 突破的 好 如果我们把这个棋形往这边拉的话 其实还在续涨结构当中 好 那 如果以它筹码这个结构来看 其实我觉得都还有机会 再往下一阶段抓 另一段的棋形 所以这个多方结构是OK的 不过它已经是创历史新高了 所以说 这个 为大家要留意一下 这个过高的卖压 但是整个是多方结构充满也不错 也符合题材面 好 再来是台通 好 台通 这个 这个地方 压力区在这里 好 它的头部在这个地方 好 所以目前在反弹当中 好 那为什么 那可是今天量稍微补出来 而且筹码慢慢在改善当中 好 那这个是做这个光纤 5G相关的题材 它是应该红海池公司 有并购还是投资 应该转投资 好 那这边 一个小底 那所以 短线上看到这个地方 其实是合理的 好 那有没有能力往上做挑战呢 用筹码面看是有的 但是 技术面上看 还看不到空间到底有多大 这个地方就还要再观察 但至少短多是没问题 好 再来是台表科 好 台表科就 之前是什么 一个反弹 好 这边反弹 好 但是中期怎么样 维持在一个相形结构 好 如果你用一个比较 我们用客观点看 比较像什么 我觉得比较像三角收敛 好 就是一个类似 上升三角形的结构 那就在三角收敛当中整理 好 虽然现在筹码不错 但你要留意一下 毕竟这边有个反压线 所以 未来反弹到这个地方 可能就会出现短压 所以这里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再来是连电 好 连电我上次有讲过说 就是一样吧 这个你看这个图 可能是上周维持到现在 就一样又一直在 这个相形区间 中期怎么样 短线盘整 那中期相形成立 因为筹码没有特别强 所以能够维持高档成立 算是已经不错了 好 再来是星光钢 好 一样的概念 我们说所有钢铁 同类的 大概都这样子 就是在一个压力跟支撑之间 做整理 好 那因为筹码目前没有特别强势 晚上看筹码 如果筹码真的有转强 未来就有机会再往上走 可以留意一下往上筹码变化 好 那美德因为一样的 因为升级股 所以大家都一样走落 可是这档 它提早走落了 它上礼拜就先走落了 好 那走落 是走落了 不过它中期结构 还是一样怎么样 我们看着看这个 大响型的形态 大响型 跟刚刚谁 那个另外一档生计 忘记 忘记名字 也很像 好 而且怎么样 修正过程中筹码其实都还不错 那这个只要等到 有机会再 题材跟技术面转强的时候 才会再发动 好 再来聚楼 好 回到刚刚第一档 好 这档是那个刚刚讲的纺织相关 好 那我们可以知道现在我们刚整个整理过之后会发现一些共同现象 什么现象呢 呃 IC设计相关的族群 好像大家特别有兴趣 好 那那个今天反而海运股大家比较少问 那那我们刚看到的这些钢铁类的基本上涨到这边 稍微大家都要做一个休息 一个整理 好 那共通点是什么 晚上一定要看筹码 不管是大盘或个别股 会关系到我们后续的一个多空方向的发展 好 那我们本周的这个个股教学就到这个地方 谢谢杨老师今天详细的解说 虽然这个疫情的人数看起来有点下降了 不过还不能够轻易的放松 大家还是乖乖的待在家里 好好的研究股票就好了 不要出去乱跑哦 好 祝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我们下礼拜一的下午四点半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